用手脱水不是都这样脱水吗 对不对 不要用手 用这一支 用这一支来取代你的手来脱水 什么时候脱水呢 往哪里脱水呢 各位记得灯关掉以后再脱水 灯没有关掉 你刺激它 它发光了 它亮了 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吗 因为我说它体积那么小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蓝眼泪是夜间的活动 为什么蓝眼泪跟光害有关系 为什么蓝眼泪是灯全部要关掉 无情吗黑 所以灯关掉以后 利用这支来泼水 那么哪里泼水呢 往你的正前方泼水 往你的正前方泼水 往你的正前方 那个水有这么亮 水优雅一点 我们两三秒钟泼一下 两三秒钟泼一下 用点力道把水泼远一点 泼远一点之后呢 水泼出去之后呢 水不是会洒下来吗 水洒下来的地方 你看到那一片就是亮亮的 在亮亮的那一片里面呢 是数不清 数不清哦 一颗一颗一点一点一点亮亮的 这个就是夜光虫 蓝眼泪长的就是这样 那大家就有疑问 是长这样哦 为什么照片上面是这样呢 来 我曾经问过客人哦 我说请问一下 你觉得蓝眼泪应该长什么样的 像我们人就长这样嘛 对不对 那蓝眼泪长什么样子呢 客人会跟我说蓝眼泪应该长的是一片一片 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蓝眼泪是一片一片 他说照片上面看到蓝眼泪都是一整片亮 都是一整片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